南韓首尔离泰院一年一度的万圣节活动在29日展开 但是却爆出了严重的踩踏事件 因为这是南韩时隔三年 可以不必戴口罩参加户外活动 因此现场是涌入了10万人 而且都挤进了这个小巷里面 才酿成了人踩人的意外 而目前死亡人数已经来到了154人 韩国首尔离泰院29日晚间 10万人的万圣节活动发生大规模的挤压事故 目前至少造成153人死亡 包括20名外国人 且大多数为20几岁的年轻人 南韩总统尔离泰院30日上午 针对离泰院事件发表紧急谈话 向您彻查事发确切原因 而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 由于现场伤患实在太多 不少民众也主动帮忙实施CPR救人 救护人员到场后 随即替伤者进行心肺复苏数 在场的消防人员直言 大量死者根本不是因为跌倒被踩死 而是以站着的状态 被前后挤压的人群活活急死 而事发后 一名在现场协助的医师 也接受媒体采访 亲自还原了当时的惨况 他指出自己大约事发50分钟后 抵达现场协助急救任务 当时大部分的患者脸色苍白 失去呼吸 而在实施心肺复苏时 更有伤者从口鼻开始出血 他也发现现场已经有 大量死亡的患者遗体 出现腹部肿胀的共通点 他也表示29日晚间 天气十分寒冷 然而被搬出来的患者 却多医卓担保 因此还以为是从室内被搬出来的 直到看到新闻 才得知是因为踩踏事故伤亡 而这期踩踏事故 目前为止累积有154人死亡 其中韩国人占了128人 而外籍人士一共是26人 而至于我国总统蔡英文 她也在脸书发文表示 希望伤者能够早日康复 并且祈愿逝者安心 而她也呼吁 如果是有在韩国的台湾民众 有需要紧急的求助的话 都可以拨打住韩国代表处的 紧急联络电话 是 那在这一次的事件当中 154人死亡 那女性是多于男性的 而且大多数都是年轻人 那现在罹难者的身份也陆续的确认 其中也包含韩国的一些知名人物 像是拉拉队女神金友纳 就在这次的事件中不幸罹难 让亲友和粉丝感到相当的悲痛 金友纳外形甜美 2016年担任南韩职棒LG双子的拉拉队长 2018年成为Kia Tigers的拉拉队长 极受粉丝欢迎 没想到却在离泰院的惨案中 不幸丧生 24岁的年轻生命就此画上据点 朋友们悲痛证实噩耗 并到她的IG留言悼念 友纳在那个地方幸福生活吧 而葬礼将会在1号上午 在首尔国立大学医院的殡仪馆举行 曾经参加南韩人气选秀节目 Produce 101第二季的男偶像李志涵 也在这次的踩踏事故中不幸罹难 得年24岁 30日李志涵的好友们 陆续透过IG限动发出复文 悼念逝去的好友 复文中写着 志涵离开了 这里去了安详之处 拜托大家来送志涵最后一程 出病日选在11月1日下午 有人伤心表示 未因离泰院惨事而离去的所有人祈福 虽然无法完全理解家属们的感受 但还是想表达哀悼之意 透露李志涵是事件的罹难者之一 而经纪公司稍早也发出声明证实他的死讯 悲痛表示珍贵的家人李志涵演员成为天空中的星星 离开我们的身边了 而这次的罹难者中呢 其中就包含了两名日本的留学生 其中一位是26岁出身北海道的富川崖生 他是一位模特儿 他在今年的6月才到了韩国来学习语言 没有想到却发生如此喊事 据日本媒体报道 富川崖生的父亲富川布表示 30日一早看到离泰院的新闻 打电话想联络女儿 没想到是当地的警察接起来电话 当日傍晚接到日本大使馆的通知 才得知女儿在踩踏事故中丧命 富川布是根氏事事议员 女儿出国后 妇女俩频繁用LINE保持联系 29日也收到女儿的告知 说要和同学一起去离泰院 当讲到她在那么远的地方 一直很努力 这名父亲已经哽咽到说不下去 而离世的消息曝光之后 网友也纷纷到她的社群网站下面 留言哀悼 她的父亲也将于31日 出发前往南韩处理后事